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副部长蔡清祥更表示 办案都是依法办理 至于苏正清是不是真的绝食了 蔡清祥则说 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状况 而苏正清的太太廖静如则表示 心如刀割 百般不舍 如果不是有自己先生认为是受到极大委屈 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让我心如刀割 有百般的不舍 苏正清太太哭了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民进党立委苏正清涉嫌贪污收贿 遭到起诉羁押 还没认罪却频频出招 苏正清一号打出A兵牌 宣布要在看守所里绝食抗议 苏正清太太早在上个月20号就出面表示 检方提供的证讯录音档遭到变造 苏正清还不断被妖魔化 认为现在拿到的备份录音档还是有问题 但北检跳出来澄清 强调证人的证讯录音档没有声音 可能是侦察厅收音设备老旧和操作问题 绝对没有经过人为变造 要当事人不要揣测影响舆论打击司法 他一直指控检方就司法不公的部分 检察官是依法起诉现在在法院审理当中 那一切的证据大家可以在法院里面来做检视 因为他说有拿出那个护音档件 我想个案上他们会去了解 他不会具体来跟我报告 但是我想检察官他们是有法律的专业 他们一定会依法来处理 当事人提出争议但检方强调没有不法 双方各执一词案件全貌还有在司法一一理清 记者富士涵李和龙台北报导